夠大了吧 哦 這樣夠大了吧 還蠻像脫塌的 對啊 不錯啊 轉向性 指標性都很好的 你哪兒就答哪兒 對啊 大家比較詬病的就是他的 不是說不好 是 小吃汽車 祝大家 新年快樂 耶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耶 大家好我是柯比傳教士 耶 又來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很熟悉 有 上次來是我的車 這次來不是我的車 可是一樣是挖工 所以我們決定了這個地方 以後我們就是拍挖工 都來這裡好了 謝謝啊 這樣好不好 好 這台是2023年的 WRX的挖工 那跟レモング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レモング應該比較小台吧 新車汽車是178.8萬 馬力是275匹 公斤 你知道幾公斤嗎 35.7 這台是什麼籃 你竟然跟我說什麼嗎 是什麼籃 18路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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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樣講也沒錯啦 我不知道 先講一下為什麼他會去用這個紅色 你們這些壞人 人家買回來第一天 有人就說 我們怎麼做我們買一台Focus ST 但人家明明就是 欸 18路耶 人家尾到衣 你看 下巴 側裙 都倒了 你不要說我這是ST 我們這個真的是18路的 原來那個標也是紅 STi它好像標示都是粉紅色 這一款的新型的大燈就跟以前有一點不一樣了 比較小顆了 做一個類似像西造型 T-Bar好像都一樣 他們都一樣啦 固定有一個窗戈 骷髏 骷髏在散熱的 有沒有 一定都要買一個蓋子 STi的蓋子 2.4L 8速CVT 這個是有渦輪的 這是全新的 現在跑才1000出頭而已 它很厲害就是加了一個測曲 就很明顯 這樣就做的很有跳色有沒有 藍色加這個 桃紅色 蜘蛛人配色 蜘蛛人配色 它有去跟泰山一樣喜歡線條 拉兩個線條 我沒有 現在沒有要貼 要貼了 差在哪裡 我說就是比較長嘛 這是一定的 嘿嘿 後面有沒有電動的 我剛剛應該不要 它是感應的 我要拿鑰匙 它這個不是腳踢喔 鑰匙在這裡 它鑰匙給它用 用一台車子的殼 蠻帥的 可是車為什麼不是SUBARU 是吧 是啊 不像啊 它比較胖啊 對啊 它這個鑰匙 還蠻像TOYOTA的 對啊 它是這樣喔 對 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摸到喔 好神奇喔 它是這樣感應的 這個是網子 這應該都是我在胎原廠送的 喔 有備胎耶 還有燈泡咧 沒有啦 這是車主的 備胎真的越來越少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喜歡備胎 因為備胎假設我們今天在山上 你是布胎記 小丁子什麼的 可以 啊我你 你完全沒有用 備胎換上去就是 才可以應急 把自己救出來 它有快勤耶 你看喔 這個跟我的功能是一樣的 可以快勤 快勤之後就 超級的大 我把它拿起來一下 夠大了吧 喔 這樣夠大了吧 如果是標準車廂是492 如果全寢的話 是1430公升 買這種車真的是 好爸爸專用車 你要載家人 你可以載家人 想熱血一下 偶爾就油門大力一點 踩一下都可以 它是可以讓你跑的 號稱170嘛 後面還有兩顆半 滿大的 它是小天窗 那不是全寢天窗 可是小天窗有個壞處 就是說它這裡會比較低一點 可是這裡又變高了有沒有 你注意看這裡 變高 可是我只能坐在後面 所以你的頭可以再往上 如果這裡就頂到了嘛 這裡還可以再高 它這裡有一個凹進去 對 因為它這裡可能有 那個天窗要鎖進來 跟馬達的空間 對 就會犧牲一點 可是這樣還不錯 後座有出風口 還有兩個Type-C的充電 而且它後座沒有很直 是躺的 坐起來是舒服的 是還蠻不錯的 為什麼叫好爸爸用車 就是你開車的時候 老婆坐後面 他會睡著就不會被罵 因為睡著的時候 你開快他不知道 你都很難睡 喔你開了幾次喔 好啊 中間都是擠皮的 車紅線 擠皮的設計就是你坐上去 如果你在熱血的時候 稍微在搖晃的時候 屁股是連住的 如果是皮的會滑 這裡還有一段可以調 我以為是拉這個調 沒有它設計是另外一個調 這裡可以調往後 往後 往前 往後 往前 SBARU都會做這個 人家鋼琴有考慮到 好啊你看 I'm your father 沒有啊 沒幹 沒有啊 有啦 它不能太近 它要有一點距離這樣 所以新車都是這樣嗎 以前沒有 是這一代改成這樣 你看它貼紙有多多貼多多 你看 好不好 SBARU的 AWD AWD WRX 來 有問你一個為什麼它有TS 比較簡單來講 讓你們一聽就懂了 像FOCOS是ST-LINE 由那個 STI下去調校出來的一台車 可是不是真正的 STI 對 就算LINE的版 這樣你就聽到了 我是覺得 它應該留下伏筆 它雙出圍管沒錯 漂亮 可是你看 它這個燈 做個C造型 這邊竟然沒有延伸過來 它竟然不做過來一點 長一點嘛 我再猜 下一個小開款應該就過來了 是 它這隻會留一些給你改的東西 再弄長一點 會更漂亮 它這個設計也是一樣 雙側的 配的話是 22545R18 感覺上可以再大一點 它旁邊的這個貼紙也是貼的 這應該都自己貼的吧 哈哈哈哈 車主很愛這個貼紙 車主很愛貼 好 那我就發動囉 這應該知道 這都是IKE的啦 方向盤它有一個 STI 車這個 紅線 你看 他們這個中控台 車紅線就是 紅色嘛 就戰鬥機器 它這個有兩組的機翼 它電動魚 我這個是電動魚 可是我這邊沒有 這邊只有手動 這台是 8速手自排的CBT 對 這是自己改的 像手排的感覺 你看一次 這台是有那個 有沒有 STI 帥吧 也是選配的嗎 沒有吧 那時候出來就是STI 喔 對 天窗是小的天窗 一樣齁 就是有上線 很打開的功能 對 好 而且方向盤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是四向的 1 2 3 對 四向的 那它這個方向盤的手感 你覺得好嗎 一般的模式 覺得有比較輕 它這個模式加自訂的話 有五種 舒適的話就是 跑起來可能就是 最一般的 省油的模式 舒適 一般都是 懸吊的話就是 比舒適再硬一點點 它這個是有 電子懸吊 它有四種可以選擇 還有一個叫做Sport 跟Sport加 Sport加我剛按了一下 在山路馬上就變得比較重手 整台引擎 好像直接就 就介入 直接拉著這樣 原本一補就衝出去了 它的這個質感都還不錯 對啊 它這個是皮革的 這個是一個跳色的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智氧最強的Dual Lens 以前沒有這麼大螢幕 以前沒有這麼大 這個螢幕不知道幾吋欸 還蠻大的 你看它的冷氣 都是在這個裡面的 它的冷氣什麼都是 可以用手去調 有按鍵式的 像之前有個GoF 它這種滑的 有時候真的 按到你都不知道 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種有按鍵式的 比較直接 尤其在開車 你用觸碰的話 你碰到你不曉得有沒有碰到 就是按起來會比較直接 聲音 其實聲音也是一樣 旋鈕也比較不會壞 這邊也有水溫可以看 油溫 對 上面都可以看 可以買了可以買了 可以買一台來試看看 欸我懷疑這是不是它貼的 它是不是那個粉紅色的 藍者的內心都喜歡粉紅色的 因為其實它的售價我也覺得 還算蠻高的 GoF也差不多 SD就會比較平價一點 SD大概140幾萬 新的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現在好像又漲價了 所以我就覺得 它如果如果在大概150 160應該會買的會更好 因人而已嘛 它這個兩個 愛載它這個感應器超大顆的 欸它有 它竟然有這個欸 這是什麼 CD片啊 CD片 應該是讀CD的嗎 唉唷好像是 對啊 它真的是可以充電嗎 應該沒有 它充電只有這個 這應該是AUX吧 這兩個充電的 後面是兩個Type-C的 對 椅子坐起來包覆器 我是剛好卡住 因為夠胖 它這個其實也不會說 不包啦 我的腳是剛好啦 不會說 椅面不夠長 像你的腳可能會突出來 我的腳是剛好全滿的 它有腰靠 其他的像電動後製鏡那一系 應該就不用再講了 應該大家都一樣 欸它這個可以 你看喔 轉向可以 我是不知道會變比較重 它懸吊會變硬嗎 應該是 電池懸吊 你剛剛有感覺過 唉唷 超賽啊 它可能開到什麼模式 哈哈 要吸我 虧氣炸啦 這是前蘇魚的 測試一下 現在還是舒適模式 舒適模式 感覺就比較軟 喔 踏殺的 踏殺的 上不住嗎 可以 可以 那什麼聲音 它在滴滴就是偵測前面的東西吧 因為我現在在跟車 我現在在跟車 我現在在跟車 對 這是他殺的 那他自己會走 沒有 要補油門 剛剛油門車 他停下來我油門我補的 那已經變了 要他就開車了 搞不好會 再過幾年就會 以後你上車 打人一定要跳出來 你要去哪裡 按一下 大家都要按 你就啟動 你的車跟後面燈都黑點線 誰要去哪裡 你大概幾點幾分會過那個路口 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不會有車禍了 好 現在用Pro加到底有什麼差別 就是 距離轉速拉的比較高 原本拆起來 它是立即就有否定 這個就是四輪傳動的 我們真的不用特別強調 不錯啊 轉向性 指標性都會很好 實在是答案 對啊 我突然想起來 我記得以前好像 對一個三彎錶對不對 水瓶對 哇 幹嘛爬來跑去的 它現在可能就整合在這個大面板裡面 對不對 很簡單嘛 油溫水溫都在上面了 難怪你覺得哪裡怪怪的 它可能在這裡面了 它方向盤變重了 感覺沒有什麼差異 我來你給它加看看 按了之後 整個引擎是hold住的 轉速hold住 對 踩就有反應 你看喔 先用一般的好了 一般的話就是 感覺上就是整個 好像有放得輕鬆 就是正常之後放掉 如果你Sport開了之後 整個四輪傳動都做動很明顯 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 它整個 上去一點 對就上去一點 整個hold住就是 你這樣油門一補 它就發現有反應了 它的操控不用多說 因為四輪傳動 它從很久以前 它就製造這個 四輪傳動出來了嘛 這個技術一定很純熟的 這個都有盲碟 這個就不用特別去講 你現在試跟車嗎 對啊 有啊它有抓到這邊的車 我現在是 速度80而已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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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來講 你在行駛當下 它才煞車的 你靠著它可以 可是如果是前面 前方是停止的狀況下 不建議啦 還是要靠自己 它連空調都可以去微調 為什麼行駛模式要調空調 如果你真的在跑拉力 你可以調那種比較弱的 我覺得是要性能一點嘛 有人說你跑賽道會把冷氣關掉 或者是說真的廠車的話是沒有冷氣的 對 不需要冷氣 這台的油耗 它的市區油耗7.79 不錯啊 不錯啊 很不錯 它平均高速公路油耗15 平均油耗11點多 不過它是2.4的嘛 對2.4 所以它有點油應該也還 合理啦齁 因為你要讓馬會跑 又不要吃草的 然後可能2.0的稅金 整年度是17410 有自動頭燈 它這個應該是LED的頭燈 現在自動頭燈開9 開要舊一點 車都會忘記開燈 會 為什麼很多人不會開燈 因為EVAB本都是亮亮的 你以為開燈了 比如說像 LA啊 Premio啊 那些Poseo啊 它是沒有開燈 它是暗的 你會覺得有暗你就會去開 可是現在的車一發動 它是自發光 它本來就發光 你會認為 你已經點好了 你就會忘記開燈這個事情 既然這樣的話 為什麼車長不坐出來 現在的車啦 一坐出來 一綠就點大燈就好了 這樣就沒有那個問題 其實現在重機就是這樣 對啊 一發動就是沒有 這樣就沒有什麼 開不開大燈的問題 除非你燒掉 你覺得那隔音好嗎 不太好 一般而已 真的沒有特別的好 隔音沒有很好 其實我聽得到 文太的聲音 風切聲還好 地板傳上來的聲音比較多 可是我是覺得新的車 通常都不是說特別的好 大概比較詬病的 就是它的後停 不是說不好 是等料的時間比較短 對 或者是據點不夠多 對 我覺得是還蠻好開的 蠻好上手的這台車 我覺得四輪傳動 適應應該會比一般的 什麼前驅後驅還快 可是相對來講 四傳的車都會比較耗遠 這是一定的 它擋煞了 擋煞喔 它煞得還蠻嚴重的 我剛剛有感覺 有啦 因為是Sport家的問題 對 你就是要適合什麼 去跑山 因為你換檔本來就會這樣 這樣就覺得比較好看 當然是有快撥的 這邊的快撥 可以自己搭 過窟窿它的 吸震是蠻還不錯對不對 空空就過了 因為你現在是用Sport 我覺得你如果是用舒適 它應該會 再好一點 它這個沒有環景 它只有一個倒車前翼而已 鏡頭沒有環好 呼呼的 對啊 它這個圖啊 你踩煞車它也會踩煞車 對不對 它擦車會有 你看 打方向的 還沒有 那換檔的模式啊 它是用轉的有沒有看到 如果用波的 它會打一二三次 會喔 哇 大家這個可以使用這個 會偵測 它是怎樣 有點辨識啊什麼之類的 剛剛車主有跟我講 我說不用了 有興趣的可以買回家自己 慢慢研究 這是我們的 微推車 微推車而已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車評 不是這樣 剛好看到這台車 分享給大家 知道一下 有機會如果喜歡的話 我就覺得 可以買啦 可是價錢 因人而定 我就覺得 偏高一點點 可是沒辦法 跟義美講一下 不要賣那麼貴 整體來講 我覺得是覺得 車子狀況剛進 我覺得還不錯 這台不是我們的車 這台是 隔壁的車顧問的車 它是 SFARU的愛用者 它上一台是 森林人 它換了這一台 它的舊車也在賣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一樣是藍色的 它非常喜歡藍色的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看起來連結束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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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我問你喔 為什麼駕駛座要做這個 真正的功能就是 太多人有時候說 你一個車子 給你買了 人家拖 我會拉著 我就不會被拉走 我知道 我會拉走